謝謝孔委員,接下來請張宏露委員 主席,我請主委 主委,一整個早上很多人在講中聯辦中聯辦 中聯辦到底是什麼單位 跟委員報告,在97香港政權轉移之前 他是所謂的新華社香港分社 後來呢,97之後他就還過 原來他是一個黨的組織 因為他是以黨治國,是黨國體系 所以中聯辦自己的前身 新華社香港分社 其實他就是一個黨的組織 那現在只能代表中共中央的一個在管控香港的一個 等於是一個太上皇 太上皇 我這個圖表 你覺得呢? 我看過有這樣的,在網路上有這樣流傳 這是不是事實 黃志明當初我有看他確實在習近平當福建省的相關的官員 他有一點overlapping 有一點overlapping 所以 一整個早上大家在講中聯辦中聯辦 我相信很多人也不知道中聯辦到底是什麼 所以 他就是中共在香港實質 在處理任何事情 不管政治經濟 他的手插足香港、澳門的一個最重要的單位對不對 他是 有人稱為太上皇吧 是香港的太上皇 還是北京的太上皇 香港啦 是香港跟澳門的太上皇吧 澳門有澳門 對啦 就這個機構 不管是在香港或澳門的 就是當地的香港或澳門的太上皇 是不是這樣 是 對不對 有這種說法啦 有這種說法嘛 那 那再來看一下 那個 香港的城堡 主委 是 香港的城堡是什麼背景 曾經有一陣子好像跟軍方有點關 但現在沒有啦 現在沒有 那過去是三大報紙 香港三大報紙之一 嗯 有相當的影響力 好 那你看喔 他這邊寫的喔 這個 這個 是陳報寫的喔 私通大陸默認一國兩制 賣掉台灣 欸 主委 為什麼香港人比我們台灣人還緊張啊 因為香港的一國兩制 對香港人很無奈啦 因為在主前轉以後呢 他沒辦法去接受這個一國兩制 然後呢 當時鄧小平設計一國兩制啊 是給香港人高度自治的承諾 讓他舞照跳馬照跑 然後呢 這個 答應他一段時間後雙普選 也就是特首要人民直接選舉 然後立法會的會員要 可是 這個 這一段時間過去的 他不僅僅沒有 時間過去的 不僅僅沒有履見這個 當初鄧小平的承諾 而且更限縮香港的自治 引起 高度自治 引起香港人的反彈 非常的激烈 所以香港人對中聯辦的 這樣一個大黑手 這個太上皇是相當反感的 那你一腳踩進去 這個政治動作太明顯 難怪人家 城堡會這樣跟你說啊 所以 簡單的講 香港人 就是很討厭一國兩制 因為深受很大的 因為他很無奈啦 他沒辦法 他無奈 他很無奈 因為香港被迫 主權轉移到 北京去嘛 那 但是北京答應的東西都黃了嘛 所以香港其實其實很無奈 那在背後操作的就是中聯辦嘛 對嘛 就是這樣嘛 所以我要講 香港人真的只是無奈而已嗎 他應該很憤怒啊 只是現在沒有辦法 當然也很憤怒啦 對不對 那 重點來了 如果照這樣講的話 是太上黃的單位 比東廠還可怕嘛 早上有很多委員在講東廠 這比東廠還可怕啊 那 主委 只有韓國瑜市長去嗎 踩進去那個 只有他嗎 辦公室啊 只有他嗎 就我們知道這 縣市長 縣市首長 就他踩進去 我不說縣市首長啦 台灣 拿中華民國身份證的 有多少人去過 剛剛孔雲基委員說他進去過啊 啊對啊 我要問你的重點就是這裡啊 連台灣的立法委員都去過啊 連台灣的立法委員都去過啊 那你們有掌握多少 坦白講掌握 這裡不好意思講 還是怎樣 我認為啦 我認為啦 如果這個中聯辦是這樣的一個單位 你要修法你要什麼 欸 不要只縣縣縣縣市首長啦 這樣不好啦 你覺得咧 我想這個 現在的兩岸條例的33條裡面 它基本上所規範的其實 呃 我們可以看台灣地區人民 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啊 其實其實是 不是只有縣市首長啦 台灣地區人民就是啦 啊 不得為下列行為嘛 那麼以 據大陸地區黨政軍行政 具有政治性機關的 團體設計對台等等 這任何形式合作行為 其實它規範本身 不是只有縣市長 對 規範是這樣啦 實際上只要踏進去裡面講什麼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要請他來說明啊 他說明也不會跟你說 說真的啊 犯罪的人 他沒有自己承認自己犯罪的義務啊 這不管是誰都是這樣啊 我們法律也是有這個原則啊 對不對 那再來啦 我想請問一下喔 韓市長去跟國台辦主任劉傑怡見面 是 到底有沒有跟你們 之前有先報備 他是後來補見啦 後來有補見 就是要見面的前一天 那麼 那個 葉匡時葉副市長 我們有做了一些聯繫 那 他也告訴我是說 那隔天的下午 會見這個 劉傑怡 我說那這樣子 你們可能來補見一下 他們第二天早上 一大早 他們也來補見了 這個完成 完成補見 是你們主動聯繫 還是他主動跟你講 誰是主動 之前 之前就有溝通啦 因為 葉副市長好幾次在行政院會 代表高雄市長來的時候 我們都保持聯繫啦 就是雙方說 因為他也不敢確定 其實他到最後確定說 好像有這樣的規劃 但是也不敢確定 我說如果你確定的話 那是不是要來補個見這樣子 好 主委 貨可以賣 東西可以賣 什麼都可以賣 只要可以賺錢 我個人也都非常支持 但 只有中華民國的主權 跟我們的自由 跟我們的靈魂不能賣 是 完全同意 我覺得主委 這一點的底線 我們不管在台灣的是任何人 我們都要守住 不是替我們守住 是替我們的後代子孫守住啊 完全同意 主委 高度認同 委員的看法 好 這一點要麻煩你把守住 我也呼籲全國人民 能夠要守住這個底線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張宏陸委員